而为了减缓疫情期间的严重血荒 玉里福伦社和玉里证公所15号在玉里延环 办理了一日捐血活动 多个温馨的广播提醒民众 捐血车来了 希望能够拨控捐血 民众的爱心输热血 一共捐了150代的血液 为了减缓疫情期间的严重血荒 玉里福伦社与玉里证公所 12月15号在玉里的延环 办理一日捐血活动 福伦社每年都会跟这个捐血中心 举办那个捐血活动 那在玉里地方是每个月15号都有捐血活动 那刚好福伦社就是定在这12月15号 捐血的前两个礼拜 在邻里周边悬挂捐血讯息的红布条 民众看到红布条 记下日期特别来拨控前往捐血 虽然这一天是平日 但是爱心捐血不停歇 许多民众提早出门先捐血再进公司 月到年关 反正好其实血负的血都不太足够了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特别结合我们观音益销 还有农场 还有一些社团 然后一起来筹办这些活动 就是希望说玉里证 大家可以踊跃来捐血 让这个血量可以充足 福伦社多次温馨的广播提醒民众 捐血车来了 拨控捐血民众爱心 书写总共有150代协议 记者高松双遇政采访报道